宋朝的开国过程像是一场闹剧 宋国号的确立也显得十分随意 然而原本平淡无奇的宋国号 最终却被宋朝的文人们 附会成了不可替代的完美国号 那么对于这个从平淡到完美的宋国号 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 追溯中国历史变迁 揭秘十四个统一王朝国号的由来 系列节目国号第十二集 送附会出来的完美 对于宋这个朝代 有学者评论说 宋朝既没有秦汉的霸气 也没有随唐的豪气 甚至也没有明朝初期的那种脾气 它是一个平平淡淡的 以和为贵的朝代 而作为宋朝的国号 起初的来历同样是平平淡淡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宋国号在经过宋代文人的层层附会之后 最终竟然成为了一个 颇有渊源的 极具内涵的 不可替代的完美国号 那么宋朝是如何建立的 宋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王朝 宋国号从平淡到完美的华丽转变 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 追溯中国历史变迁 揭秘十四个统一王朝 国号的由来 系列节目国号第十二集 宋富贵出来的完美 从九百六十年到一千二百七十九年 是中国历史上的宋朝 宋朝分为两段 那么九百六十年到一千一百二十七年 是建都在开封的统一王朝 那么后来被金朝灭完了 那么从一千一百二十七年到一千二百七十九年 是建都在临安 也就是今天寒州的偏安晚朝 我们称为南宋 后来被元朝灭掉了 那么其实赵宽印始建 赵构重建的这个晚朝 它都叫宋朝 那么南宋百宋呢 是后人为了区别而分开来 因为开封在北面 寒州在南面 所以呢 一个称北宋 一个称南宋 那么就宋这个国号具体来说 在中国历史上 宋国号显得极有文化内涵 极为复杂繁琐 非常地神秘 考虑得非常地周到 前人说 宋国号是天地 阴阳 人寺际会 亦自古含有 也就是说 宋国号的由来和含义 能够在天文 地理 人寺等方面 找到充足的依据 是自古含有的 一个完美国号 那么果真如此吗 我们先不凡一言以蔽之 宋国号的这种完美 都是附会出来的 也就是说 不是原来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 离不开宋朝的大环境 什么样的大环境 文化的精致细微 和政治的繁琐复杂 我们了解国号 需要对这个时代的 总体的背景 有一个了解 然后再来解释这个国号 可能就比较顺 为什么宋朝人 那么喜欢附会 可能宋朝 我们在老海中间 我们一说起宋朝 鸡贫鸡弱 然后就是一个文化很精致 怎么个精致 我们欣赏欣赏 北宋风格晚约的词 应该就有感觉了 宋词 如果不喜欢文学上的宋词的话 我们到博物馆里面 去看看宋代的瓷器 宋代的瓷器 颜色非常的淡雅 或者隐清 或者纯白 或者黑鸽 形致也非常的千巧 刻画的简洁 而且传神 某种意义上说 宋代的瓷器 胜过 坛代瓷器的华丽 更胜过明清 比如说以官瑶为主的 瓷器的那种俗气 那么就审美观念 和美学成就来说 那么宋代的瓷器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 中国历史的巅峰 文学上的宋代的瓷 物质上的宋代的瓷器 能够体现宋朝的精致 细致 这种完美 我们再来看 宋代的文人 那么宋代的文人 是以品味高雅而句称的 比如说才高八斗的苏东坡 如实道 诗词复 书画茶 无所不同 那么宋代的环帝 在中国历史上 他的文化修养 也是非常之高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 北宋的王国环帝 宋徽宗 宋徽宗的字 称为素金体 宋徽宗的画 特别金鱼 花了画 都堪称极品 那么宋朝 为什么这么有文化呢 那么这说起来 就有点悲喜交加了 我们现在说喜 宋朝的开国环帝是 赵宽 那么赵宽 这个很有些老子的粗人 接受了谈朝安死之乱以后 节度死门 军权 财权 政权 一手抓的教训 开国一时 就客客气气的 杯酒是兵权 那么听从了他的磨成 赵普的建议 把节度死门的兵也收了 财也收了 陕法 行政 一切都收了 又实行分权制度 宋朝的分权制度很有名的 把这个行政 监察 军事 财政 把它分开了 互相牵制 所以宋朝的特点 如此等等的做法 就造成了宋朝 行政效力 非常的低下 那么军队的战斗力 也很差 但是有一个好处 环帝高度集权 那么底下人在互相扯皮吗 那环帝不就可以起到 制衡的作用吗 所以宋朝的直观制度 是极为复杂的 很难搞得倾诉 但是环帝的位置稳定 赵家的皇位 作文了 不再有权臣 武将或者外戏 来颠覆宋朝的政权 这是宋朝洗的方面 起码对于宋代的环帝来说 是洗的事情 没人篡他的权了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洗也是悲 城下武力夺权了 外人的机会就多了 自己家里人 没办法夺权了 外面的人的机会 不就多了吗 可巧的是 在大宋的国门以外 盘踞着很多的强敌 有梁 有金 有西夏 有大旅 有土博 他们时时威胁着宋朝的安全 压得大宋抬不起头来 那么宋朝只能怎么样呢 通过钱财 甚至通过出让土地 来换取和平 所以宋这个朝代 没有秦汉的霸气 也没有隋坛的豪气 甚至也没有明朝初年的那种脾气 它是一个平平淡淡的 以和为贵的一个时代 我们经常讲 武强 必定文弱 反过来 武弱 必定文强 文武之道 总是这样一蘸一吃的 那么宋朝在武力上面不行了 宋朝的文化就起来了 所以宋朝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别讲究文化的时代 那么在这种大氛围里 宋朝的文人 把本来非常简单的宋国号 解释的复杂精致 可以说是超级的有文化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 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国号 例如汉朝的国号 寓意广阔悠长的银河 唐朝的国号 来源于人君圣王唐瑶 然而宋朝的国号 在胡教授看来 最初的起源于寒意 却非常简单 简单到甚至没有多少的说讨 那么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宽印 为什么会如此草率地定下国号 这与他闹剧一般的改朝换代 是否有关系呢 那么宋朝的开国皇帝是赵宽印 赵宽印是河北卓州人 出生在洛阳的甲马营 寒武出身 自幼习武 善于骑射 那么战功累积 做到了五代诗国的时候 北方五代中间 最后一个朝代 周朝的大将 那么五代诗国这个周朝 我们习惯上称为叫后周 做到的是什么位置呢 殿前都点减 也就是中央禁军部队的统帅 那么后周的这支禁军啊 不仅是保卫宫廷的武装力量 而且也是征伐天下的主力部队 那么赵宽印做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 而且通过他的精心的经营 禁军中间的中高级战领 几乎都是赵宽印的情信 那么这就为赵宽印日后 发动兵变 提供了可操作性 960年的真月初一 也就古代的元旦 那么朝廷的赫岁大礼 正在进行 那么这个时候一匹快马 送来了一封紧急战报 说是辽和北汉的联军 马上将南下入侵河北地区 其实啊 这是赵宽印特意安排的 缓暴军情 那么这份战报送到以后 在当时朝廷上面 七岁的小皇帝 才刚刚就位不久的 柴尊训 和年轻落弱的傅太后 一下子没了主意 那么就听取了 范直 顽浦 这一班书呆子大臣的建议 委派 智勇双权 声名显赫的 进军统帅 赵宽印 率军御敌 你看这个好像一缓一缓的 这个好像都安排好的 这是正月初一 那天的事情 到了正月初二 前军先行出发 前军是殿前都点检 副都点检 莫容延昭 先行出发 初三 赵宽印 顺领着主力部队 初开封城 晚上 宿营在 陈乔裕 那么陈乔裕在今天 荷兰丰县的 陈乔镇 这是初三 初四 这一天 很重要啊 九百六十年的 正月初四 从凌晨到晚上 这一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先是将士滑变 拥进中营 把四仙准备好的环袍 劈到 刚刚九行起传的 赵宽印的身上 那么赵宽印 苦苦推死 这环袍劈身 不就要做缓地了吗 赵宽印是苦苦推死 这个底下的兵将 自然不答应 而且山呼万岁 很快就拥着赵宽印 向四十里开外的 金城开封 这个开过去 等到大军入城 赵宽印手下的兵剑 纷纷练出了刀刃 但这种情况之下 群臣只能下拜 而且 劝傅太后 和柴宽信任出环袍 在这种情势之下 当然没办法 所以马上就主行了 上尉大典 有意思的是 上尉的时候 必须的 重要的那份文件 叫善未至书 赵宽印的部下 都替 后周的皇帝 柴宗训 准备好了 你不需要制书吗 我马上袖子里就掏出来 给你 于是 一个新的王朝诞生 这就是宋朝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坦栏 故宫 八千七百余间房子 构成的建筑群 故宫 二十四位帝王上演的兴衰史 历经五百九十二年 故宫会告诉我们什么 中国的故宫 世界的文明 著名历史学家 严重年先生 在线故宫中的人情冷暖 大故宫 百家讲坛 即将播出 在中国历史上 说起改朝换代的 速度之快 只富有戏剧性 可能宋朝是最典型的 只是这一幕善然戏 演得实在是有些粗糙不堪 虽然在宋朝之前 善然的戏已经演过多次了 比如说 西汉善让给王满 东汉善让给曹丕 曹魏善让给司马延 随朝 善然给李渊 善然戏多次善演 但是弄起速度之快 和鸣目瞻胆的不佳掩饰 都没有超过宋朝 财曾迅 善让给赵宽映 竟然在一天之内就走完 你比方说原来 东汉善让给曹丕 那是从曹操时代就经营的 曹魏善让给司马爷 那是从司马仪到司马斯 司马昭 然后才完成于司马爷 三代人 而且这个善让的程序很复杂的 环帝要不断地让位子 说天下我已经治不下去了 必须你来治 然后臣子你不能跟环帝一让 你就接 那要推呀 要让几次 一般来说起码要让三遍 赵宽映 初四一早 环袍加身 到初四的晚上 他就成环帝了 速度多快 所以有学者指出 说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善让 还算得上是正规剧团的多莫系 或者一莫系 而到了宋朝 也就是财宗迅善让给赵宽映 那已经成了草台班子的胡闹 感觉很有意思 宋朝的得来是这么得来的 显得很没有文化 但宋朝后来又很有文化 这个匆匆满满之间建立的宋朝 他实在没时间 来仔细考虑 来仔细考虑 新丰朝的国号 于是就以赵宽映 串州之前兼任的最高 地方行政长官的名称 宋州归得军节度使 中间的宋州 作为国号的来源 那么赵宋州归得军节度使 是个什么官呢 这个节度使 它的驻扎的地方 是在今天的荷兰山丘市 那么这个地方 离后州的首都开封 只有100多公里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驻扎的军队 是为了保护首都开封的 它的位置非常重要 那么赵宽映 作为禁军的统帅 他平时是驻扎在开封的 和宋州没有多少关系 但是赵宽映的身份 他兼任的是 宋州归得军节度使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位置 所以宋朝人有一种说法 说国家非运于宋 就国家这个运 是从宋这个地方开始的 那么赵宽映建国 也就直接以宋作为国号 宋国号来源于宋州 而宋州是赵宽映 曾经做过军政长官的地方 宋国号的来历 可以说是简单明了 然而 对于一些喜欢 附庸风雅的宋朝文人来说 堂堂大宋的国号 如此的平淡直白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最终在宋朝文人们的 层层附会之下 宋国号竟然变成了一个 与天地 阴阳 人事 种种方面都相符合 堪称自古含有的完美国号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宋朝文人 煞费苦心地 为宋国号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巧合 从而给宋国号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附会 随着这种解释越来越完满 那到了最后 宋国号好像除了宋就没有其他的字 可以做赵宽印的国号了 我们下面就来说说这个过程 这过程比较复杂 我们简单地提几个方面 看有哪几个巧合 第一个巧合 赵宽印的父亲 最关键的就是他的这个名字 是赵宽印 赵宽印956年去世 但是宋朝还没见过 还后洲的时候 曾经做过五代施国的时候 五代中间的后坛 后汉 后洲的将领 赵宽印呢 在宋国号的附会当中 最关键的就是他的这个名字 我有点奇怪 赵宽印的老爸 怎么就这么聪明呢 怎么就给赵宽印 起了这么个好名字 赵宽印是什么意思 宏 就是宏大的宏 宏是发扬官大的意思 因 中国历史上 下山洲三朝中间的山 也叫因 那么我们以前说 这个山国号的时候 山是本号 是自称 因是别号 是他称 司马迁写死记 是以因本记 来记载山朝的历史的 所以由于这个缘故 我们可以说 山就是因 因就是山 是吧 那么赵宽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赵家 要发扬官大 山朝的意思 不是吗 赵家要发扬官大 山朝呢 这是第一个巧合 你看啊 把赵家和山朝 联系山了 那么第二个巧合 古代的山丘 是赵宽印的龙姓之地 宋州 宋州我刚才讲了 就是今天的荷兰山丘市 那么古代地名当中啊 带丘这个字的 以及带虚这个字的 往往往指的是 前朝的故级 或者遗址 或者旧地 像山丘 就是山朝的旧地 殷墟 就是殷朝的遗址 那么山丘这个地名 很早就有了 先秦寿就有了 据说和山人的起源有关系 那么在死记的英本记中间 说山朝的始祖 谢 丰于山 那么后来又有说法 说山族 山国 山朝 都因此得名 到了公元596年隋朝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设置了宋州 那么宋州既是 山朝的发祥之地 又是赵宽印的龙姓之地 于是赵家和山朝的关系 更紧密了一步 第一个巧合是赵宏英的名字 暗示的就是赵家要发扬官大山朝 那么赵宽印和山朝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既是赵宏英的儿子 也是赵宽印建国之前的发迹之地 龙姓之地 那是浅龙的地方 那么第三个巧合 还有第三个巧合 宋州是山朝后裔 宋国的都城 隋朝为什么在今天山丘这个地方建立宋州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历史依据在哪里呢 公元前十一世纪 周成丸的时候 由周公主持事情大封封 其中封了一个国家 封在今天的荷兰山丘 封的是谁呢 封的是山昼晚的 同父异母的哥哥 以正直建称的 不断地劝谏 山昼晚你不要这样不要累 以正直建称的 后来投降了周五晚的威子启 那么周成晚封封的时候 把威子启封在山丘这个地方 建立了一个国家 叫宋 为什么封山朝的后裔 建这个国家叫宋呢 那么王国伟等人认为 在当时宋和山 这两个字的读音是先进的 你周朝风风的 整不能封威子启 这个国家叫山吧 那山是他灭掉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要封威子启 做宋国呢 宋国的国君呢 这在当时是一个通力 中国古代啊 有的时候做事情 还是留一手的 把人家的国家灭掉以后 要封人家的后人建国 以继承前朝的祭祀 那么按照这个通力 周成完的时候 那么就封了这个威子启 做宋国的国君 宋国 长期建都在山丘 这个原因就是 山朝的发迹之地 大约建都的时间 有七百年左右 而宋国的第一任国君 威子启 又是山朝的贵族 所以在社会习俗上面 就把宋和山互称了 称宋就是山 称山就是宋 那么以上这三重巧合 如果归纳一下 简单点说 因就是山 山就是宋 那么赵宋英 也就暗示着 赵宋山 赵宋宋 那么果然啊 那么赵宋英的儿子 赵宽英 大展宏图 造川地业的地方 就是山丘 这既是山朝的发迹地 又是宋国的国都 大家想想 这是不是注定了 赵宽英建国 就要以宋作为国号了 那么宋朝人的复会 到了这一步 何不够 还有更加精妙的 第四个复会 第四重巧合 什么巧合呢 俄伯 住在山丘 祭祀大伙 有一个人 叫做俄伯 他住在山丘 这个地方 祭祀大伙 这什么意思呢 俄伯是什么人 俄伯是山朝的 以及宋国的 传说的元祖 俄伯 住在山丘 这个地方 祭祀大伙 大伙是什么 大伙是天上的一颗心 天上的一颗赤色 一等恒心 今天称为天蝎座 阿尔法心 那么这颗心 被山人认为是 关系到民族兴衰 岁时节令 国家命运的主心 是山朝人 所祭祀的一颗心 那么主持祭祀的人 是谁呢 起初就是俄伯 而祭祀的地方 就在山丘 就在山丘 那么今天这个 河南省的山丘市 还有俄伯台 还有个古籍叫俄伯台 也称火神台 火星台 那么有了这一层依据 宋朝人对于赵宽印建国 而自居火德 就有了进一步的解释 本来按照武德宗史的学说 这个后洲是穆德 赵宽印既然接受了 后洲的善让 那么赵宽印这个 王朝的德 就应该是火德 穆僧火嘛 那么等到和俄伯 居住山丘 祭祀大伙联系起来以后 宋朝的火德 就有了悠久的历史渊源 那么反复赵宽印 既然居住在山丘 就当然会秉承火德 成就一番开国的大业 而且这番开国的大业 还是远程 夏山洲三朝中间的山朝的 这是第四个桥 所以这种种的历史 地理 天文 五行 人事的巧合 那么共同证明了宋国号 冥冥之中已经定于前世 那么赵宽印就是远程 两千年前 山朝的真命天子的重要事实 共同证明了这个重要事实 而随着这些附会 那么宋国号的解释 也越来越完美 越来越完备 越来越神秘 那么最后竟然达到了 宋出秦在司 在《落中记忆录》中间 所说的那句话 说天地阴阳人事际会 亦自古罕有 那么指着流行于宋朝的 有关宋国号的解释 我刚才讲 全部来自千强附会 那么宋国号的解释 虽然来自附会 但是却有着现实的影响 以火德为标志的宋朝 他特别看重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 是红色 1127年 北宋被女真族的 金朝灭完以后 留在北藩的汉人 反对女真金朝的统治 组织武装 或者用红金做标志 或者穿红棉袄 称为红袄军 这都表达了一种 官复宋朝的一种志向 再到后来 等到南宋被元朝灭掉以后 元朝末年 红金军 红金军起义 徐秀辉 韩宁儿的政权 甚至直接以宋 作为国号 同样表达了这种 恢复宋朝的这种志向 后来朱元璋 赶走的元朝建立了大明 被认作是反元附送的成功 那么再到明朝灭完以后 清朝初年的红花会 清朝晚期的革命党人 他们的口号和目标是 反清复明 你看 红花会 仍然是一个红 跟元朝末年的红金军 一样的意思 所以理解宋国号 对于我们理解宋元明清 乃至中华民国的历史 都是一个关键所在 那么既然 明朝是反元附送的成功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元朝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 大元王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 而他的国号大元 却是取自于汉文化的经典 易经 那么 蒙古人为何会喜欢上 汉人的易经八卦 大元国号的来历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 揭秘十四个统一王朝 国号的由来 系列节目 国号第十三集 大元 大在前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